首都北京 第一地标是哪里 所有人的答案都很一致 天安门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的郑重宣告 就从这里震撼发出 从那时起 天安门就代表着 新中国首都的形象 并被设计入中国的国徽 它位于北京市的中心位置 造型庄重 让北京 这个全中国的政治中心 以宏大气势 接受世人瞩目 每一次国家的重要庆典 纪念活动 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当人们聚集在 这个可容纳金 一百万人的广场上 一起看向非安门时 每一声宣告 总会在人们心中 反复回响 事关国家的每一份坚守 欢呼与奇迹 随着这颗红色心脏的跳动 传达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天安门前的广场 南北长八百八十米 东西宽五百米 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 在天安门广场正中 助力着人民英雄纪念碑 他的手啊 让每一份繁荣与希望 都不会忘记 来时的牺牲与正容 在纪念碑的南侧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毛泽东主席的纪念堂 今天 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布局 在一九五八年 就有了成型的规划 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设计 广场东侧 是象征祖先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侧 是事关设计的人民大会堂 左祖右舍的国都规划原则 源自我们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 以天安门为中心 分别延伸出纵横这座城市的两条周线 南起永定门 北至中古楼的南北中柔线 用大约七点八公里的长度 串联起这座古都的前市 横贯东西的长安街及其延长线 是北京的另一条轴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经济规划 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文化宣传 几乎所有国家大事都随着心脏跳动 从这条动脉输送到全国 北京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对全中国都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 远不止几十年的时光 而是有很长的历史 明清两朝都将北京作为国都 先后二十四位皇帝在这里施行统治 历史上的中轴线是为了强调皇帝权力的核心地位 所以这一条中轴线也穿过紫禁城里的龙椅 这一种设计是一个大国秩序 保持稳定的传统智慧 今天北京的南尔环内中轴线更加直观 永定门是中轴线的最南端 也是古时都城的最南端 这些由汉白玉岩线铺旧的道路 始于永定门 中轴线的北端 是掌管时间的中古楼 陈中木古 文武百官上朝 百姓劳动和生活 都以他的寿石 报石作为参照 一个政治中心的前世今生 撑起了这座城市的骨骼 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横纵两条轴线 决定了城市的轮廓和大部分道路的走向 首都北京 首先是政治的城 从历史中走来的他带着新生 古老而现代 因为政治 这座城市的文化 也被置入了中华文明的纵深 地区 最后是带着一些 本身的城市 带着商人 並且看见 独自仍 带着商人 最后是什么 最后是不在地区 再多中心 俗过的 优优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